你们已经学过2,4,5,8,10的承法 我知道很多同学已经将承法表背得很熟 今堂我们认识一些有关承法有趣的地方 昆虫、雀仔、小动物一起出来活动 我们看看他们的大巡游 这些蜜蜂吹去彩花蜜 它每两只排成一河 共排五河 即是2的5倍 2乘以5共有10只蜜蜂 他们采远花蜜翻蜂巢 今次改变飞行的阵式是什么阵式呢? 看看 今次就是五只排成一直河 共有两河 即是5的两倍 5乘以2又是等于10只 蜜蜂的数目有没有改变? 没有的 就是阵式或者排法不同 但是数目是不变的 2乘以5是等于5乘以2 青蛙都有不同的排队方式 是什么阵式呢? 看看 2、4、6、8 它们每8只排成一直河 共有两直河 即是8的两倍是多少? 8乘以2是等于16 那么青蛙的数目有没有改变? 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另外一种排法呢? 那另外一种排法呢? 就是每两只一河 共有四河 即是2乘以4等于8 大家的数目呢 都是一样 所以呢 4乘以2等于2乘以4 又看看共有多少只蝴蝶 每4只排一直河 共有5河 即是4的5倍 4的5倍 4的5倍 只有20 即共有20只蝴蝶 又看看另外一种排法 今次呢 就是5只排一行 共有4行 即是5的4倍 5、4得20 那么我们知道 4乘以5呢 是等于5乘以4 计了4题之后 你有什么发现呢? 我们发现等好两边的答案呢 是相同的 只是位置交换了而已 例如这个4是被乘数 来到这里呢 就变成数 那么我们的结论呢 就是 两数相乘 加换了位置计算呢 结果都是一样的 即4乘以5是20 5乘以4都是20 我们用数线 表示有趣的成法 这个猴子先生 每次跳4格 共跳3次 跳到第几格呢? 我们一起跳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就去到12 就是4乘以4乘以3等于12 那猴子先生 再做第二次跳了 这次每次跳3格 共跳4次 去到第几格呢? 那我们一起跳了 一次 2次,2次,3次,4次 又是去到第12格 3乘以4等于12 那我们知道4乘以3等于3乘以4 因为两数相乘 加换位置计算结果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利用填方格的方法 表示有趣的乘法 这里总共有多少格呢? 乘式是2乘以4 2代表每种颜色的格数 4代表有4颜色 这里是4乘以2 4代表每种颜色的格数 2代表两颜色 大家都等于8 所以2乘以4等于4乘以2等于8 又看看另外的两条 这里就是3乘以5 3就是代表每种颜色的格数 总共有5颜色 这里有多少格? 这里可以写作5乘以3 5就是代表每种颜色的格数 这里有3颜色 大家都等于15 3乘以5等于5乘以3等于15 我们记得2数相乘 交换位置计算 结果都是一样的 现在考虑一下你们 不用计算 可不可以将结果相同的飞机 填上相同的颜色呢? 即是3乘以8 即是3乘以8 计算出来的结果和哪一只飞机一样? 计算一下 是否8乘以3呢? 那2乘以9呢? 等于9乘以2 5乘以7呢? 不用选了 是7乘以5 为什么呢? 因为两数相乘 交换位置计算 结果都是一样的 你们计不计得对呢? 现在看看你懂不懂计算这三题 我们也不需要计算 7乘以6 是否等于6乘以7 8乘以9 等于9乘以8 A乘以B等于B乘以A 懂不懂计算? 记住 两数相乘 交换位置计算 结果都是一样的 记得做练习啊 再见